追剧时 除了剧情以外 主演的魅力也非常关键 外貌 演技 气质 带人出世等 无不影响着观众的喜爱程度 今天整理了网友公认观众员超好的八位女星 谭松韵凭借你比星光美丽被赞有她的剧就会追 玫瑰的故事 刘亦菲更连艺人都是她的粉丝 1.赵丽颖 出道近20年的赵丽颖 以甜美的娃娃脸和无数经典作品深入人心 从早期的陆珍传奇 花千古 楚桥传 到近年的风吹半夏和雨凤行 她的演技实力备受认可 成为大众心中的高口碑女星 赵丽颖之所以拥有良好的观众员 不仅仅是因为她优秀的演技和甜美的外貌 还有她励志的成名过程 从少女时期跑龙套 出演小配角 到如今稳居大女主之位 赵丽颖经历了不少挑战 曾遭受过批评 但她从不辩解 而是用一步步优秀作品来证明自己 不断精进演技 突破自我 加上敬业的态度 难怪能够赢得众多网友的喜爱 二 刘诗诗 古典美女刘诗诗拥有温婉的气质 优雅的体态 明媚的长相 代表作品有《仙剑奇侠传3》 《步步惊心》 《轩辕见之天之痕》 《女一鸣飞传》等剧 毫无疑问是身兼美貌和演技的实力派演员 刘诗诗不仅在影剧中表现优秀 戏外的她也被认为人诞如菊 以低调 温和和真诚待人著称 她的美不仅限于外表 更来自整体散发的气质和个性 虽然刘诗诗不常活跃于大众视野 但只要推出作品便能吸引众人目光 目前 她的代播剧《狐妖小红娘竹》夜片和《掌心》也备受期待 三 刘亦菲 提到观众缘 绝对少不了天仙姐姐刘亦菲 从15岁出道时的《天龙八部》到《仙剑奇侠传》《神雕侠侣》 再到近年来的《去有风的地方》《玫瑰的故事》等等 无论古装还是现代剧都是收视保证 刘亦菲不仅以美貌轻松吸引观众 更能将观众们带入绝色的故事情节 让人深深着迷 刘亦菲虽然以仙气飘飘的美貌与气质著称 但更吸引人的是她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与温柔 她总是展现出从容大方 自然不做作的美 这种独特的气质让她在娱乐圈中如同女神般的存在 不仅观众喜爱她 连许多艺人也都是她的小粉丝 4.孙丽 以后宫甄嬛传《大红并伸直人心》的孙丽 之后的作品《芈月传》和《那年花开月证源》 也收获了不错的评价 2021年的《理想之城》更取得了高授视 孙丽凭借精湛的演技 无论饰演什么角色都入目三分 再加上她低调的形式风格和敬业态度 让网友对她的好感度不断提升 虽然近年来孙丽不常出现在大众视野 就连微博也很少更新 但这反而让人感觉她不过度营业或商业化 她低调且真诚的热爱演戏 即使作品不多 依然被发现活跃于几个剧组中 坚持推出高质量的作品 比起量更注重在京 5.谭松韵 甜美戏演员谭松韵 和赵丽颖一样也有一张看不出年纪的娃娃脸 谭松韵在21岁时出演了《后宫甄嬛传》中 天真可爱的纯贵人 幼齿的样子被观众以为她才15、16岁 并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走入大众视野 后来她的作品《最好的我们》 锦衣之下 以家人之名都获得相当高的评价 今年的《你比星光美丽》 更是霸占热播剧排行榜 谭松韵常被网友提名为 观众员最好的女星之一 许多人表示 只要是谭松韵演的剧都会去看 虽然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美女 但甜美可爱的外貌和亲和力 让人感觉十分舒服 谭松韵不仅演技精湛 还能将每个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 并赋予不同的风格 虽然她不像一些流量小花拥有大批粉丝 但凭借高质量的作品 谭松韵吸引了大量路人粉和观众 稳固了她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6、迪丽热巴 以浓艳美貌著称的迪丽热巴 因为她的超高颜值 让人在看剧时 不自觉地频频注意她的美貌 她的代表作品如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三生三世枕上书》 《长歌行》和《你是我的荣耀》等 接在观众间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虽然迪丽热巴 拥有精致的五官 高挑的身材 和甜美可爱的个性 让她很难不受人喜爱 但过去的角色相似度较高 反而让她的出色外貌 成为细路的限制 不过 她在带播剧《萧起青壤》 和《利剑玫瑰》中 选择了跳脱以往甜美形象的角色设定 尝试展现更多不同的面貌 让观众对她的转型充满期待 7.杨子 同兴出身的杨子 年纪上小时就已进入大众视野 让许多观众和网友 对她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就像看着她长大一般 而后杨子在古装虐剧中 闯出了一番天地 从2018年的《香蜜沉沉浸如霜》 2021年的《沉香如蟹》 到2023年的《长相思》 每部作品都可以说是大爆剧 如今的杨子早已拥有稳固的地位 无需依靠流量就能持续带来精彩作品 她与李线二度合作的代播剧《国色芳华》 也已掀起热烈讨论 戏中的杨子总是以神稳虐心的表现 赚足观众眼泪 而戏外的她则活泼有趣 充满少女般的活力 加上在演艺圈中的好人员 难怪大家都喜欢她 8.李依童 最后是长相精致靓丽丽的李依童 她每次出场 总是凭借配角表现胜过主角 让人印象深刻 虽然她漂亮又有演技 但一直未能大火 这也引起了网友的讨论 李依童过去搭档过的不少男主角都非常出色 比如与胡一天合作的《我的时代》 《你的时代》 与徐凯的《黎歌行》 以及与杨杨的《特战荣耀》等等 尽管剧播出后都有些讨论度 但都不到爆火 不过近年来 李依童有越来越受瞩目 她在狂飙中的表现 被网友大赞 还获得了不少奖项 带播剧《狐妖小红娘王权篇》 和书卷《一梦》 也都是万众期待的IP 李依童的戏录很广 不仅限于偶像剧 景正 军旅 喜剧 悬疑等类型 她都能切换自如 目前还有好几部戏准备播出 声量可以说是稳定上升中 刘亦飞发37岁生日照 唐烟连续10年为她庆生 吴燕书会英红送祝福 8月25日 是刘亦飞的37岁生日 谁能想到 大家心目中 美丽又嫌弃飘飘的神仙姐姐 居然已经37岁了呢 刘亦飞在个人微博 晒出了四张庆生照 照片中的她 身穿简单的白T和牛仔裤 头戴一顶蓝色牛仔贝雷帽 简简单单的装束 却显得那么美丽迷人 刘亦飞惬意放松地或站或坐 身旁是一束束巨大的花束 其中黄色玫瑰最为亮眼 硬衬着刘亦飞娇艳的脸庞 花似人美 人比花娇 刘亦飞这看起来 哪有37岁啊 说是20岁 也有人信吧 刘亦飞的多年好友唐嫣 毫无例外地 早早为亲爱的嬉嬉公主 送上了祝福 唐嫣发文说 一年又一年 爱你如初 生日快乐呀 我亲爱的嬉嬉公主 愿你自在随心 快乐做自己 隋文还附上了刘亦飞 身穿小花裙的美照 比起美好的爱情来 多年的姐妹情谊 其实更令人羡慕 唐嫣连续十年不间断地 发文为刘亦飞庆生 真的是有心又有情 而刘亦飞也很快就回应了 爱你哟 亲爱低唐 而演艺圈的老戏骨 吴燕淑奶奶 也为刘亦飞送上了生日祝福 祝我的小闺蜜 CC生日快乐 人生精彩 吴燕淑和刘亦飞 因为一起拍摄电视剧 去有风的地方而结缘 从此成为忘年交 刘亦飞和吴燕淑的贴脸照 看起来真的像祖孙俩呢 刘亦飞也回复吴燕淑说 谢谢吴老师 爱你 后面附上了三颗红心 网友赞许说 奶奶也会卡点哦 吴燕淑回复 为了CC昨晚刚学的卡点 吴燕淑还说 她本来发的是九宫阁照片 但是卡点发出后 只显示了巴掌 再重发就卡不上点了 真真把她急晕了 从吴奶奶的话语中 可以感受到 她老人家的可爱与真诚 网友纷纷安慰说 巴掌也很好呢 刘白的美更引人遐想 香港影后 惠英红也发文 为刘亦飞庆生 我最爱的小飞飞 生日快乐 相信你自己 做自己想做的事 惠英红附上的生日合照 其实是在8月10日那天 她和吴燕淑一起 为刘亦飞提前庆生时拍的 当天 惠英红还特意从外地飞过去 给刘亦飞庆生 惠英红送给刘亦飞的生日礼物 是她自制的香水 因此 她被网友戏称为刘亦飞限定版条香诗 惠英红还特意晒出了她制作香水的视频 这份生日礼物 真的用心了 除了明星朋友为刘亦飞送生日祝福 各大影视平台也不甘落后 优酷发文晒图 庆祝仙女姐姐生日快乐 说今天是被大美女的光芒晃瞎的一天 当然 优酷也不忘安利她家平台的宝藏剧 刘亦飞主演的《仙剑奇侠传》第一部 腾讯视频也连发两文著刘亦飞生日快乐 愿你每一岁都奔走在热爱里 勇敢炽热鲜活 自在烂漫 玫瑰的故事 孟华路等俄家剧 自然也是要顺带安利一波的 自从刘亦飞主演了玫瑰的故事后 相信很多观众 一看到黄玫瑰 就会想到黄一眉 想到刘亦飞 刘亦飞也拍了很多张与黄玫瑰的合照 从此成为热烈奔放 明媚鲜艳的黄玫瑰的灵魂人物 陶飘飘和猫眼电影 也相继发文祝福刘亦飞生日 陶飘飘的生日文案写得好 有文采 盘点了刘亦飞出演过的经典角色 并且罗列出了刘亦飞的每个经典角色的特点 从《小龙女》到《王雨嫣》到《白浅》 再到《花木兰》 赵帕儿 许红豆 黄一眉 刘亦飞的每个角色特质都不一样 不同的角色展现了刘亦飞不同的气质形象 或清雅出尘 或仙气飘飘 或果敢坚毅 或清醒独立 或平静自得 或追求自由与率真 而最令女性观众喜欢的 或许还是世界在我面前 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的黄一眉 37岁的刘亦飞的风格 堪称百变女郎 可以清纯天真 也可以甜美可爱 可以是帅气干练的机车风 也可以是成熟冷艳的时尚女王 希望刘亦飞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多样的女性角色 期待她的下一部剧《近海新生》